克里米亚问题的根源,还要追溯到1954年,当时担任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为了庆祝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民族结盟三百周年,将克里米亚半岛化给了乌克兰,由于苏联加盟共和国,本身没有多少自主权,因此外界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场行政计划的简单变动而已。 不过到了苏联解体之后,这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因为历史上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俄罗斯领土,1992年,俄罗斯向乌克兰提出了所有克里米亚半岛的要求,被乌克兰一口回权。 业力前只争取到了塞尔斯托波尔维尔黑海舰队,和乌克兰海舰共用的基地而已,有意思的是2014年,乌克兰内战的另一主战场顿叶茨克地区,同样也是这位余米书记当了二十多年关的地方。 话说回来,乌克兰东部前线的相对和平局面,自从第二次明斯克协议,签订以来维持的还算比较不错。 不过近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克为了挽救自己低迷的支持率和准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下令海军两艘50吨机炮艇和托船主动挑适,结果被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到俄罗斯方面细数收压。 这下乌克兰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可不乐意了,美国和北约的一方面斥责俄罗斯的所谓暴行,另一方面再次挥舞起了手中的大棒。 前段时间的晴空2018和3X级2018联合演习于英卫肖,美国、法国英国空军组成的联合机群,再次在北海上空展开演习。 就在11月27日,美国空军的F-15C战斗机,法国空军的战风战斗机和英国皇家海军的F-35B电载战斗机举行了代号为零秒战区的模拟空战演习。 与英网一贯宣称不针对任何国家湖地区不同的是,这回英国人直接说就是针对俄罗斯的。 根据英国美日邮报的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为英国皇家空军高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行为已经给世界和平带来了严重威胁。 冷战之后,确立的国际新秩序已经被克林姆林宫方面摧毁的所剩无几。 尤其是这几年,俄罗斯的行为越来越多多逼人,因此这场演习十分必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英国的F-35B自从服役以来首度进行如此规模的演练,皇家空军除了F-35B此外还出动了四十多架的机群。 北海上空的火要预发明显,而此地距离俄罗斯北方边境更是近在咀嚼,对此,俄罗斯方面已经发表称,将会对乌克莱的挑衅和北约的挑衅一起进行轻散。 如果北约胆敢跨越红线入侵俄罗斯领空,那么俄军可以直接开火击落,面对叙利亚已经乱成一国洲的局势,普京这回凭天心麻烦,真正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